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我想 國民黨的政策很明確 確保核安穩健檢核 打造綠能低碳的環境 而且逐步邁向灰河家園 我們都知道 核四總共花人民的血汗錢 兩千八百多億 藍綠都執政過 那今天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就是即將另轉的階段 那我們都知道 藍綠既然都已經執政過 在最後的階段 不能茫然不能草率 所以說今天大家針對核安的問題 只要核安無力 我相信核四到最後 由人民來做公投 這是我想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們都知道 民進黨過去的神主牌林毅雄先生 他就主張核四要公投 包括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 甚至於他當行政院長 現在當主席 他過去都有提過 就是要公投 包括民進黨的過去 一些大佬 都有說過同樣的話 曾幾何時 過去主張核四公投 今天都變得掉 那其實怕什麼 就讓民眾來做最後的決定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一個沒有人員的國家 百分之九十八都要仰賴進口 那今天 這個為了我們的民生 我們的經濟 我相信要很審慎 不是貿貿然 今天進行來決定說 把它核四庭建 那未來我們的人員要怎麼辦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階段 我們大概天然氣儲存的量 大概只有七天的量而已 那其他 你要用其他的替代能源 包括風力 包括太陽人 都有一些問題的存在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日本的湖島 美國的山里島 包括蘇沃的車洛比 他們都是核災國家 為什麼 他們受到核災的這個蹂躪以後 還要繼續用核電 這個 當然他們有考量到他們的 民生跟他們的經濟 所以說我們要很審慎 今天公投是讓全民來決定 不是我們質疑說 會得怎麼做 大家要是最後願意來做怎麼樣的承受 我相信這是全民的決定 這也是彌補 代議政治的不足 所以說我認為齁 我就舉一個例子 最簡單 日本 從湖島事件以後 它就把48座的核電廠把它停掉 結果停掉以後 2010年啊 它原來是 6.6兆日元的貿易順差 到2011年 馬上變成逆差 2.6兆日元 2012年 6.9兆的貿易順差 貿易逆差 2013年啊 今年的1月2月啊 就有1.2兆的日元逆差 其實我們要很審慎 因為 為了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跟民生 所以說 我們不希望說 既然要公投 我們要全民來決定 不要用政治的手段去操作 因為怕什麼 去民進黨他們都說有7成以上 是這個贊成核四把它停掉啊 那既然贊成核四停掉 你就讓他去 進入公投嘛 我認為這個是 大家來決定 也沒有是也沒有非 今天最後怎麼決定 大家就怎麼承受 以上謝謝